哎 哎 没意思 爸爸妈妈不要叹气 拉开窗帘让舞台亮起来吧 我是上校欢乐我发誓 想起本来你就要看到 在那平凡世界变美妙 烦恼通常变幻笑 看吧 北风北风变成了赛跑给小孩 月亮变成朋友陪你散步 黑夜黑夜变一个甜甜的美梦 妈妈变成了漂亮女生 小小蚂蚁变成了大国王 小小蚌蚪变成潜水亭 我爸大人变成了淘气小孩 把明天变得彩色明亮 我是小小欢乐我发誓 想起本来你就要看到 把那平凡世界变美妙 烦恼通常变幻笑 太好了 我们和图图一起回到子年了 我是小小欢乐我发誓 想起本来你就要看到 把那平凡世界变美妙 烦恼通常变幻笑 中秋节的月亮 秋天来了 下个星期啊 我们又要迎来一个节日 又要过节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老师是儿童节吗 儿童节是在六月一日 可不是在秋天呢土豆 我猜是母亲节 应该是劳动节 我知道 是美食节 在这个节日里啊 我们是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 不过啊 它不叫美食节 大虎 当然应该是我们爸爸的生日 是不是健康哥哥的生日啊 是包包的生日吧 四月饼节对不对 快快 你终于快起来了 大家呀为快快鼓掌 快快说对了 对了一部分 这个节日的名字叫中秋节 在这个节日里啊 我们要吃月饼 这可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节日哦 哦 谁知道中秋节是怎么来的呀 是为了吓跑一个叫年的怪兽 不对 那是春节土豆 你的小脑袋还真够糊涂的 哦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 天上啊 同时出现了十个太阳 这十个太阳 把地里的庄角都晒死了 这时候 出了一个名叫后裔的英雄 他打开神功 一口气啊 就射下了九个太阳 哦 厉害 厉害 这个英雄后裔 有一个美丽善良的妻子 名叫嫦娥 她们两个非常相爱 有一天后裔 把王母娘娘奖励给她的一包 长生不死药交给嫦娥 让她好好保管 可谁知第二天 被一个坏人发现了 这个坏人趁后裔出去打猎的时候闯进来 逼嫦娥把长生不死药交给她 嫦娥在危急之中 将长生不死药吞了下去 你们猜 嫦娥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不管谁吃了这个长生不死药 都会变成神仙飞到天上去 嫦娥飞到天上去 后一回到家 知道嫦娥已经飞走了 她非常伤心 她对着天空喊 嫦娥你在哪里 这时她惊奇地发现 这一天的月亮格外圆格外亮 月亮上有个身影在跳舞 那就是嫦娥 这一天后来就成了中秋节 好感动 嫦娥妈妈 健康哥哥 如果芳芳老师吃了这种药 飞到月亮上去 你会不会伤心呢 什么 你会不会伤心呢 芳芳老师 你为什么要飞 我也不知道 芳芳吃过番茄炒鸡蛋了 就飞起来了 走以后 小豆瓣只剩下我一个老师 我可斗不过那帮鸡灵鬼啊 我想念你 芳芳老师 芳芳老师 我们该做游戏了 好啊 嫦娥吃了酸酸甜甜的 长生不死彩虹糖 就飞到月亮上了 哦 是彩虹糖啊 后来每年的这一天 大家就看月亮 想嫦娥过中秋节 图图的故事讲得不错 其实中秋节还不止这一个传说呢 爸爸再告诉你一个 古代有个坏皇帝和一帮坏大臣 他们经常欺负老百姓 全国各地的英雄们想一起打败这些坏蛋 于是 几个勇敢的首领定下了打仗时间 可是 怎样才能通知到各地的英雄们 又不被那些坏蛋发现呢 于是 他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什么好办法 他们把八月十五要打仗的消息 写在纸条上 藏到圆圆的面饼里 派人送到英雄们手里 吃饼时 大家就知道打仗的时间了 他们好聪明 从那以后 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就是中秋节了 圆圆的面饼就是现在的月饼 月饼 对啊 我们每一个中国家庭在中秋节这一天 都要赏月吃月饼 还要吃水果 还有最重要的是 是河家团圆 哇 老公 你好有血 图图图想吃月饼 帅帅 帅帅 两地中国圆吗 外国有月饼吃 我决定了 我们家要过一个不同寻常的中秋节 今年的月饼我自己来做 自己做 怎么 你们不相信吗 大家听着 我就是那能闻能舞 身怀绝境 摘得月亮 做得月饼的武林第一美人 跟着我游饼吃 游饼吃 小丽 你做的什么晚饭 菜菜菜 大牛排 不 很特别 很特别 那就是 蜗牛 法式红酒蜗牛 什么蜗牛 妈妈害怕蜗牛 哦 算了 还是别猜了 月饼 我是自己做的 可是中秋节还没到呢 我这不是第一次做月饼吗 为了中秋节 大家能吃上最好吃的月饼 我要把所有月饼的做法 都练习一遍 所有月饼 先尝尝今天的吧 蛋黄月饼 哇 好吃 我没吃牛吧 明天我继续做 哈 今天我们换一种五人月饼 今天做的是海苔月饼和莲蓉月饼 枣泥月饼和豆沙月饼 酥皮月饼和冰皮月饼 火腿月饼鲜肉月饼 黑芝麻月饼 白芝麻月饼 兔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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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麵條月餅 請 麵條月餅 小怪 這是給你做的剩菜月餅 請吃吧 中午的剩菜不能浪費 這是專門為媽媽我製作的剩菜月餅 剩菜月餅 月餅 全是月餅 什麼 要出差 明天是中秋節 是啊 可是工作趕得太急 實在沒辦法 我們一家不能團圓了 對不起 那還叫什麼中秋節 那個 月亮都是一樣的 只要抬頭看到月亮 爸爸就能想到你們 你們也能想到爸爸 對不對 這就算是 哼 圖圖知道了 爸爸是害怕吃月餅才故意逃跑的 哼 你害怕吃月餅 不是 不是 媽媽 下雨了 看不到月亮沒有爸爸 不想吃月餅 這個中秋節過得真失敗 現在 瑪爾大夫的月亮一定又大又欲 我怎麼沒這麼好的命啊 小怪 還有露露 小怪帶露露來過中秋節 什麼 有人願意和我們一起過節了 不過是貓 我怎麼沒想到 有貓就一定有人 一定有人願意和我們一起過中秋節 嗯 圖圖知道 圖圖知道 圖圖媽 你做的月餅真好吃 甜得恰到好處一點也不油膩 是吗 这儿还有好多呢 等会儿你都带走 可以当早饭吃 土豆 这可真是绝妙的恶作剧啊 难道不是吗 这是什么 土豆 这也是你干的吧 爸爸和我们一起过中秋节啦 土豆给大家讲一个笑话 从前有一个有钱人 非常抠门 喂 小丽 中秋节过得好吗 我正在上运 很想你们 我们过得很好 就是下雨 雨停了 我看见月亮了 亲爱的英俊 这是我们全家的月亮 无论走到哪儿 都是我们全家的月亮 大家快来看 月亮出来了 土豆最喜欢过节了 因为过节的时候 大家可以热热闹闹在一起 谁也不孤单 要是没有人跟你一起过节 就到土豆家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